谁来帮我忙啊 投婚的你 被选择嫁给二婚的男人 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家 谁来帮我 结婚的 家里的大小事都治愈 因为他还有前妻和前妻的孩子需要照顾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她的前妻已经住进了我的宋室 睡在老大楼上 我看你坚持住爸爸是医生 你快点快救你 我的阿陈 啊 没有分开 怎么了 快救救你 她听到病犯了 快救救救你快点 什么 瑶瑶 你快醒醒 你也想妈妈 瑶瑶 瑶瑶 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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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只是轻微发烧 怎么会晕倒 我知道怎么了 她只是疼 她很久晕倒了 不顾晕倒 病情可大可小 必须马上给她 孟哥 孟哥 她知道病犯了 她真的可难受你 快 佩珊 我平时陪瑶瑶的时间太少了 我不能不管她 你先找别的医生带她检查 我马上就回来 不行 葡萄的情况你最了解 别的医生会耽误她的病情 那会耽误时间的 葡萄听话 爸爸要去救姐姐 葡萄最坚强了 等爸爸回来好不好 葡萄最坚强了 葡萄最坚强不了话 爸爸一定会让葡萄好起来的 葡萄最坚强 小杨 去找赵医生 去给她检查一下 好 佩珊 等我给瑶瑶检查完 马上回来找你 不 不 不行 不 不 不 这儿生 这儿生快 快 怎么样 不好 病人心率急增 必须晚上手术 这边 病人心脏受损 立马准备手术 是 是吗 瑶瑶的心脏也有问题 傅医生 医院正好有合适的心脏 不过这是留给您女儿葡萄的 父 瑶瑶她这是我的命 还有事有什么事 我也会回来了 你放心 射击同权 医院会优先给更紧急的患者 去准备手术 优先给瑶瑶医治 是 病人心脏受损快 随便心脏医治手术 张医生 医院说给葡萄的心脏 被费生 生起挪佑给其他命人了 没有心脏心脏了怎么办 陪病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福气 管不了那么多了 随便医治 我今天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了你一定要和后的 爸爸妈妈带你回家 雨婷 杨阳没事了 太好了 谢谢你不好 这次如果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雨婷 杨阳医生怎么样 华杰 我们经历了 这怎么可能呢 不是已经有新的心脏 杨阳医生 葡萄的换腺手术 已经筹备了几个月了 这不可能有问题啊 杨阳医生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你说呀 佛医生姐 你别这样 本来该给我和她的心脏 为副医生申请医治 给其他病人了 我没经历了 你说什么 我还现在给了别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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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 我 我 我不 我 你 我 我 我能复到你睁着眼睛吗 你睁着眼睛看看妈妈 你看看妈妈 你不是说想让妈妈过来看你吗 我能复到为什么 我能复到为什么 没事 除了这么大的事 不合人哪 她去被前妻的女儿做警察了 什么 警察她用菩萨的命重要 菩萨这么小 还那么乖她为何我们治疗 确实姐 学年妈妈最后一枚都没有见到 她也许是贵疚 贵疚 她有什么好贵疚的 是她前妻出轨在心 而且你认识她的时候 他们已经离婚了 可能她会就没有给她 大女人一个关注的家 不能不能干怎么办呀 谁知道你们一结婚 她前妻就跟搞一高要一样 她总是拿个孩子当借口 但她绑着她 她简直是一个恶魔 帮帮我不行 奇怪 怎么胸口这么痛 玉婷 玉婷 瑶瑶已经好了 我得回去看看葡萄了 佩蝉催我了 不请爸爸走 瑶瑶乖 爸爸要去看看妹妹 等会儿再回来看你啊 哎 佩蝉家那么有钱 赵医生是你最好的朋友 肯定会没事的 瑶瑶这才刚做完手术 我还要去凑手术费呢 你就陪陪她吧 不用 手术费我已经用赔偿的卡付过了 我毕竟是瑶瑶的亲生父亲 手术费还是应该付的 你就在这好好陪瑶瑶养病 我先走了 没事吧 我可能是太累了 我可能是太累了 今天要不是你 就出事了 这是一个好办法 不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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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蝉 大吼大叫什么 这里是医院 你不是说要带葡萄回家吗 你在这干什么 你竟然一家三口这么恶 你当初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你不能自己带葡萄回去吗 我都说了 玉婷对我来说就是瑶瑶的妈妈 她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 我是瑶瑶的爸爸 我帮她分担一点怎么了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心眼 我小心眼 好 我小心眼 你把跟我生的孩子丢那儿不过 你就救你跟其他女人生的孩子 你高生 你大疯啊 爸爸 阿姨好像可不可以把她赶走 瑶瑶别怕 瑶瑶才刚做完手术 你别吓到她 葡萄那边 我回头再给她解释 她这么懂事 我会关我家 随意就因为葡萄懂事 每次都让她 每次都把她放到随后 随意就因为葡萄懂事 每次都让她 每次都把她放到随后 我到昨晚手术到现在 你连看都没有看异议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见 你在这儿陪这对父女 佩珊 你也别怪复衡 是瑶瑶突发心脏病 需要移植 我这没有办法才找到复衡 要不 过段时间 我带礼物去看葡萄 亲自给她道歉 你不用道歉 她就是罐子 何菲珊 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 我是一个医生 我要对我的患者负责 我给瑶瑶做手术 怎么接你电话 你把葡萄用的心脏 移植给她的女儿了 你明明知道那颗心脏 葡萄等了三年啊 都等了三年了 再等等又能怎么样 瑶瑶是突发情况 我及时做手术 难道要和葡萄一样 再妇妇三年吧 所以 你用葡萄救命的心脏 感到她 为了就是不要她感受 葡萄救命的痛苦是吗 你觉得葡萄知道 会原谅你吗 葡萄知道心脏的事 闹脾气了 瑶瑶 你也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这样 让葡萄误解复衡呢 复衡是个好爸爸 如果不是她心疼瑶瑶 我们瑶瑶 不知道人受多少罪呢 我老公好不好 不需要你这个前妻 在我面前过的 何飞山 你太过分了 她女人打妈妈 爸爸会哪呢 你哭什么哭 让这个是我的葡萄 让这个是我的葡萄 何飞山 你对一个刚做完手术的 小孩吼什么 头上都已经等了 三年了 再等等又能怎么样 等 等 等 又等 我都终于可以永远的等下去 你们一样 你真是不可领域 傅衡 佩衡是不是怪我 跟你见面太多了呀 可是你是瑶瑶的亲生父亲 我为了让瑶瑶有份父爱 我总不能跟你老死不相往来吧 她也是妈妈 她怎么就不能离经了 她一向是这种差脾气 你别在意 回头我让她给你道歉 不要 没事吧 我们要走了 我们葡萄想吃那个棉花糖对不对 糖对身体不好 爸爸爸爸知道会带葡萄葡萄吃的 哎呦 爸爸只是忙我们葡萄这么乖 等爸爸空了一定会带葡萄去游乐园 买大大的棉花糖好不好 爸爸 一个棉花糖 好嘞 你是给自己吃还是给别人吃 给我女儿 她因为心脏病 这辈子都没吃到过棉花糖 嗯 那我跟你女儿做个大的 佩衫 我不在医院居然跟踪我 啊 佩衫 我穿兜兜鞋崴了脚 傅衡 这才给我搭把手 你别误会啊 我们清清白白 她有什么可见 你来了正好 那天你在医院不应该对于婷动手的 我给她道歉 我给她道歉 哎不用了 傅衡 就这么点小事 你还跟佩山较真啊 我都不在意了 那是你大度 啊 今天我们羊羊出院啊 这是傅衡 专门去游乐场 给我们羊羊买的 啊 当时他们就一个了 所以光买了这个 反正葡萄也不喜欢 傅衡 当时葡萄说让你带她来游乐园 你说你没时间啊 原来你把你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前妻的女儿身上了 你还记得你在医院的时候 怎么答应她葡萄吗 你说你很快就会去看她 这都过了多少天了 你别闹了行不行 医院最近给我安排了很多手术 今天是瑶瑶出院 我好不容易请假出来陪她们散心的 她出院了 那葡萄呢 她出院了 那葡萄呢 葡萄她现在还躺在冰冷冷的房间里 你有去想我跟她一眼吗 废 河北山既然葡萄还在医院 你为什么丢下她来监视我 你还配当一个母亲吗 太太你的棉花糖好 爸爸我也想吃棉花糖 啊 来爸爸给你买 那是我买给葡萄的 不就一串棉花糖吗 再给葡萄买一串不就好了 瑶瑶 你真不懂事 怎么能跟妹妹抢呢 佩珊 你再去买一串 我出钱 不好意思啊 提起出问题了 今天我妈做不了棉花糖 咱们葡萄吃不了 那就谁都别想吃 何佩珊 不就是一串棉花糖吗 明天再给葡萄买过就行了 你真是越来越紧气了 玉婷 哦 对不起 这妈妈误弄 连个面的花糖都没让你知道 哈姨 这个玩偶送给葡萄妹妹吧 你看瑶瑶真乖 瑶瑶是长大董事了 其实 我根本不喜欢这个玩偶 家里还有爸爸给我买的好多玩偶 其实还有我根本没有心脏病 是妈妈不想让爸爸救葡萄 才让我装病的 妈妈说 只要我忍受首次的痛 就可以把爸爸永远抢回来 只对我一个人的爸爸 葡萄他没了 我 他说 佩珊 我今天去哪有的时候 还看到葡萄活蹦乱跳的 你就算不希望夫婚跟我们接触 你也不能周孩子呀 佩珊 你可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你好歹也是葡萄的亲生母亲 你怎么能这么周她 好 既然你不信 我发你一个地址 你明天过来见葡萄最后一面 别怪我没提醒你 如果你明天又是不来 你这辈子都被现在讲到我们母女 佩珊也真是的 为了让你回去 既然变这么荒谬的话 我可舍不得这么揍我们的瑶瑶 明天 我还是得回家一趟 不然葡萄正该剩我期了 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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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口啊 哎呀好厉害好厉害 我们葡萄真勇敢 喝药都不怕葡萄 妈妈也真勇敢 每天有一个人在家陪着生病的葡萄 能陪着葡萄呀 妈妈觉得好心 妈妈葡萄也很幸福 葡萄也最爱你了 葡萄 妹妹 你别这样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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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殡仪馆 你不知道为什么来这儿 哦 我老婆叫我来的 也不知道搞什么鬼 谢谢啊 喂 大哥 到了吗 哦 到了 对了 大哥 佩山为什么叫我来这里啊 我好不容易休一天假 还想回去陪陪葡萄呢 进来你就知道了 给葡萄的礼物带了吗 带了 葡萄一直很想要这个 他看见了 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上来了 葡萄不是想看爸爸吗 别急 爸爸马上就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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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妹妹哎呀打我 姊佩珊 瑤瑤好心把碗我送給葡萄 你不喜歡不要不就行了 你對一個小孩子動什麼手 他是孩子葡萄就不是孩子 他江玉婷可以柔柔不能自理 我我和葡萄就無所不能是嗎 既然你對他們這對母女這麼好 那你就給他們當全職爸爸呀 別在我這掛著老公的名義 每天就給他們當牛做馬 真是不可理 我無話可說 我不可理 你知不知道就是因為你不到他沒了 走 你來啦 何佩珊你在搞什麼鬼啊 都這個時候你還看不清楚 這是我們女兒的臟臟 這不可能 葡萄的病是我親自診斷的 他的病根本沒有這麼嚴重 你親自診斷呀 他做手術的時候 他哭著喊著要爸爸的時候 他手拉著胸口 他說疼疼他的時候 你在哪啊 在陪你的前妻 還有那個根本就沒生過病的孩子 你以為我想陪不到嗎 可是瑤瑤也是我的女兒 我有責任照顧她 對 你對你的前妻 你前妻的孩子都有責任 那我呢 那葡萄呢 我們呢 所以你就把你所有的休息時間 都留給了他們 你把你所有的錢 都花到他們的身上 你別再自欺欺人了 你根本就不愛葡萄 更不愛我 葡萄 葡萄是我的親生女兒 我怎麼可能不愛她 不可能 葡萄的狀況我知道 她只是要注意休息 她至少還能撐三年 你也知道好好休息 葡萄上個月出車禍了 你知道嗎 車禍 對 你不知道 車禍那天 你陪著那對母女 你跟我借口說你在做手術 你根本就不肯接我的電話 是你把葡萄好不容易等來的 金錢給了你前妻的女兒 是你 把葡萄唯一活著的希望給奪取了 是你親手害死了你的女兒 是你 不是不是不是 你大媽還有點良心 你跪下來 給葡萄道歉 不 你們都在見我 葡萄的這塊我知道 她是個堅強的孩子 不管是打枕還是這樣她都不怕 她能堅持住的 那是她心疼你 她是個孩子她能撐住什麼呀 你以為她不疼嗎 她不需要爸爸陪在身邊是嗎 她怕她求你陪她 你就不喜歡她了 所以她連你的情有一點點的時間都怕 都怕你不會給她了 這個窩囊肺 人自己你要死你都不敢承認 你不是不相信嗎 來 你快去看看 去看看 好好看看 胡說 葡萄是我的親生女兒 我怎麼可能不愛她 你把這些東西給我缺了 我的葡萄到底在哪 葡萄已經沒了 你看不到嗎她在那啊 你敢過去看看嗎 何佩想你瘋了嗎 她也是你的女兒 你怎麼能這麼抓她 我抓她 我多希望這一切真的 都是假的 不好 這麼對待佩商和葡萄的 大哥 不是我怪她 你看她現在這個樣子 是 我是最近醫院的工作不想忙 是葡萄也是她的親生女兒啊 她能不能這麼抓她 不好 葡萄她真的沒了 她真的沒了 攝影拍 你 能看你的眼睛 好好看看 再眼看 好好看看 我看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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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都在騙我 我 你要是走了 就見不到葡萄最後一面了 葡萄 我都在家等著爸爸 爸爸給你買了最喜歡的玩具 他一定會很開心 葡萄 葡萄 你再來怎麼打算 如果你要離婚的話 葡萄就是你 怎麼能隨便說離婚呢 我看你好好跟傅恆談談吧 他沒犯什麼大錯 他沒犯什麼大錯 我女兒是因為他死的 男人嘛 犯了錯正常 你這樣揪著不放 我怕他真的被他前妻搶走了 我這是為你好 我不需要你這樣的好 你現在給我滾 何余生 我可是你姑姑 你怎麼說話的 走進以後 我沒有你家的姑姑 你說什麼 你縱容他離婚 那可是要上新聞的 我家的臉面 不要的嗎 我任何勸配上不要離婚的親戚 都不要救我何家的大門 你 走 走 停下停下 哇 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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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有這麼多劇痛藥 不到不會就早已成禍了吧 我這麼愛葡萄 還要早已成禍 我不可能不知道 一定是何北山 可救人 你有沒有不到這次是有 喂 大航 小楊出事了 快點來醫院吧 我回來了 咚咚 吐咚 咚咚咚咚咚 喂 美鳳 小楊生病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先別著急 我馬上過了 爸爸 別走 老老乖 姐姐生病了 我得去陪她 你自己一个人玩 爸爸 我不要你走 你能不能听点话 我都说了几天生病了 我得去照顾她 你最后给我懂点事 爸爸 救我 大哥 医院那边打电话说 葡萄还有一些东西 我去决于她 我陪你决 不用了 公司还有那么多时间要处理 你还去忙吗 我自己去就行了 可是傅恒那边 大哥 你放心 葡萄已经没了 她伤害不到我 安排律师给我领离婚协议 我要自己去找她离婚 万一她死皮赖脸求着你 你可千万别答应她 敢把我何云生的 美美伤成这样 我不找她麻烦就很不错了 不会的 她现在的心思 已经完全被她前妻勾住了 或许她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跟我离婚了 反正有事要打我电话 我何云生还有何氏集团 是你永远的互动 谢谢大哥 那我先去了 莫菲珊 你来医院看葡萄啊 跟你有关系吗 让开 哎 不是我说你啊 你把葡萄养得也太任性了 富衡可是名医 每天哪有那么多时间陪她呀 你让她呀好好学学摇摇 走试着点 你说完了 哎 我可不是找茬 富衡工作那么忙 就有两个家要过 你怎么辛苦 两个家 富衡工作那么忙 就有两个家 两个家 这话也是她说的吗 那当然 你还不知道吧 前几个月啊 我和瑶瑶住到你们家楼上了 富衡说两个家来回跑 太累了 所以呢 就用你给的卡 给我们俩在楼上买了房子 为什么 她明明已经把所有的休息时间 都给了你们 为什么还要安排你们住我家楼上啊 向医生那点休息时间哪够啊 每晚啊 你睡着之后 富衡都会上来看看 她担心疗药睡不着 你给我给我给我 何北山 你发什么疯啊 我去病房没看到葡萄 你是不是擅自给她转院了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 我们两个的事非要坚持到葡萄 我知道你怪我 但你也不能拿葡萄的病开玩笑吧 到底是谁在拿葡萄的病开玩笑 难道不是你能 放着自己的法定老婆孩子不过 陪你跑去关心别人的老婆孩子 崔珊 虽然我和阿恒是离婚了 可是瑶瑶 是阿恒的亲生女儿啊 与何氏集团家大业的 可她根本不缺人照顾 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 只有我和 你要怪 就怪我吧 月婷 她不怪你 她就是千金大小姐交纵惯了 喜欢无理取闹 何北山 我不想跟你吵 你就告诉我把葡萄藏哪儿吧 葡萄的病情只有我最清楚 你必须马上把它转回来 你不是想知道葡萄去哪儿 那在明堂那天你为什么不敢看我呢 你怕是你害死的葡萄 过来看看 转眼看 怎么看你的眼睛 好好看看 好好好看看 那都是你在做戏 何北山 葡萄的病经不起折腾 你到底把它藏哪儿了 难道葡萄真的因为那颗心脏死了 葡萄要是知道了 岂不是会恨死我 葡萄的病经不起折腾 你到底把它藏哪儿了 快快走 阿恒 瑶瑶刚才心脏病犯了 我把他送到医院了 你跟我先去看看他好不好 阿恒走吧 瑶瑶哭着要爸爸 阿恒 那故事 之前住在这儿那个叫葡萄的小女孩 是不是转院了呀 嗯 我就说嘛 他哪有那么容易 何北山 有我在 你可骗不了阿恒 赵医生 刚刚有个人 来问这个床的小女孩 他转院了是吧 这孩子手术失败 已经去世了 你说话注意点啊 等孩子妈妈过来收拾东西 你不要刺激到他 知道吗 那那刚刚 算了 反正孩子爸妈知道真相就行 赵医生 这都是葡萄梨下的东西 你看看 他有没有遗漏 这是葡萄画的你们一家三口吧 画得真好 葡萄画的是好 他还说 想等着生日的时候给复衡了 现在看来是等不到了 不管怎么说 孩子是无辜的 副医生确实有点过分了 喂 北山 离婚协议律师已经拟好了 领助理会给你送过去的 知道了 葡 你们断小姐 这是何总让我给你带来的离婚协议 他让我跟您说 您签了字 就再也不是何太太 就只是他 对他爱的美 何何 是我瞎了眼 嫁给你这种离婚后 还跟前妻牵扯不清的男人 当初是我自己要赌的 我愿赌服输 当初是我自己要赌的 我愿赌服输 走吧 瑶瑶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以后再有这种情况 直接叫值班医生 不用喊我 可是我就是觉得 你的医术更好吗 我们医院的医生都很专业 医术都很好 我知道了 傅恒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我会把瑶瑶装给其他医生 葡萄不见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要把她找回来 傅恒 我实话告诉你吧 葡萄 压根没事 你说什么 我刚刚去问过了 葡萄手术很成功 估计是佩珊想要接葡萄转院 来威胁你 她是和尸集团的大小姐 做事向来是考虑自己 不会管其他人死 我就知道 她和我行我素习惯了 但她再怎么算计 也不肯利用葡萄 但她再怎么算计 也不肯利用葡萄 可不是吗 人家不让爸爸走 爸爸走了 我和妈妈会被人欺负的 哎 杨阳 我们是斗不过你陪着阿姨的 想来是 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 她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能利用 可是妈妈舍得你 妈妈是一点苦都舍不得让你知道 非诚阿姨真会 妈妈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我不会让她无愿的 她不就是想利用葡萄来留住我吗 简直可笑 好 小姐 那我就先回公司开会了 不合 等你签完离封协议 我们就一刀两断 以后再无关 小姐 不合 我 我 不合 我 不合 我 不合 何佩珊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到底把葡萄转去哪里了 只要你告诉我 我就可以当你知道错了 我们还跟以前一样过日子 你什么意思 别再装了 玉婷都已经告诉我了 葡萄牙根就没有出事 他告诉你 你这么做不就是希望 我跟玉婷和瑶瑶划清界限吗 你怎么这么狠 连自己的女儿都要利用 是啊 佩珊 我和阿恒只是朋友关系 共同抚养孩子 别的真的什么也没做 你没必要这样的 你现在跟姜玉婷是什么关系 我已经不在意了 你还在嘴硬 我知道你向来任性 但没想到你竟然不择手段到这个地步 你知不知道 葡萄的病经不得耽搁 你也知道葡萄的病耽搁不起啊 何佩珊 这天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武器 你做这些 不就是想留住我吗 利用葡萄的病情 还弄什么灵堂骗我 我一直以为你和那些有钱人不一样 现在看来 你耍起心急来比他们还要和心 对没错 我就是跟你口中的那些有钱人一样 所以你想怎么样呢 你终于承认了 何佩珊 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可能是我眼瞎 嫁给你吧 何佩珊 你别逼我 到底是谁在逼谁啊 既然你这么相信姜玉婷说的话 那你干嘛还来问我呢 阿恒之所以相信我 那是因为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平时 欺负我和瑶瑶也就算了 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拿葡萄来骗阿恒啊 何佩珊 你除了有几个臭钱 这是一点也配不上富恒 是 我配不上 你跟他比较般配啊 这女的也太坏了吧 用自己的女儿给一身脑红破脏水 傅医生可的好人 给我做了足够很成功 我把这个坏女人 趴下来她的马上 让她去死 喂 何总 她又去出事了 沐河 她们想让我去死 你也是这么想的对吗 何佩珊 只要你承认错误 我就让他们离开 我没多长担心了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何佩珊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机会 若我说我没错呢 你这么不讲理 是要吃些骨头的 你知道我今天过来 是要找你干啥 何佩珊 我早就看穿你的花瘾了 这是葡萄的画吧 她最珍惜自己的画了 是她叫你回来拿的吧 就这么小的年纪 能画出什么呀 对了 费家恒啊 给我们瑶瑶 请了国际文明的国画大师 瑶瑶前几天啊 还得了市里的 国画大赛冠军呢 早知道啊 让瑶瑶 加加葡萄就好了呀 就你那点工具 哪来的钱 给她女儿请国画大师上课 之前不是给了我一张银行卡吗 你说的 结婚之后 金额不限 随便我用 所以你就拿着我的钱 给他们买房子 给她女儿请国画大师上课是吗 那是我哥给我的钱 我是怕你觉得你高攀上了我 所以我把卡交给你保管的 我让你道歉 我和阿恒 就会原谅你 你女儿抢走了我女儿的心脏 你还想我跟你过下道歉吗 何卑山 你家那么有钱 那颗心脏对于葡萄来说就是可有可无的 可是对于我们瑶瑶来说 他给他救命的呀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凭什么有钱的什么都有 连人家救命的心脏都要强 就是甘利香味道歉 我和阿恒 你别断我 你阿卓这样的错 就一定会说出不知道在哪的 你没有错放开我 何卑山 这都是因为你性格霸道做了很多措施 这是你应得的教训 我这辈子做的最大的错就是嫁给你 你放开的 是吧 是吧 傅河 你是瞎了吗 看着自己妻子被人欺负你 我也不拦着那是他自己做了亏心事 就别怕别人说 你 卑山 卑山 滚 不好 我告诉你 要是卑山有个万一 我一定让你成名的 走 卑山的身体一直很好 这次怎么说晕倒就晕倒了呀 而且还是赶加何医生来的时候 这下河总更结合你了呀 他一直喜欢向他哥告状 显得自己多可怜 我都坏似的 不用管他 等他好了 自然会回来找我 阿航 还是你看得透彻 别动 你才刚好 有什么事情叫我就想 我想喝水 你们这么多紧张兮兮的 我就是最近太累了 肺才晕倒的 没什么大事 卑山 医院给你做了检查 报告出来了 反正你看了报告之后 一定要冷静 什么病啊 这么紧张兮兮的 什么 怀孕 我怀孕了 怀孕 我怀孕了 我才刚走 又患上了他的孩子 孩子已经三个月了 雨晨说你体质太弱 要是把孩子打掉的话 恐怕以后再也不能生了 我不想让这个孩子一生下来 就跟葡萄一样又被亲生父亲伤害 黑晨 你为我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哥替你要 我绝不会再让你 副科那个畜生 再接近孩子 他们害死你的头 我要让他们都付出代价 好 不管你怎么学 哥都对着你 大小姐 配合机去看看 配合阿姨 阿姨你个人逛街 葡萄呢 葡萄是不是还没出院 跑不了快死了 阿姨你个人逛街 葡萄呢 葡萄是不是还没出院 跑不了快死了 你小小年纪 到底是谁教你的家住死了毒 你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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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凶啊 瑶瑶有说错吗 葡萄被你在家藏着掖着 不见任何人 他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你 江小姐 请你说话忘尊重一点 实话告诉你吧 傅恒早就想跟你离婚了 要不是看着葡萄 病还没好 他早就告诉你 是吗 那你可以让他找我说了 你真的愿意跟傅恒离婚 当然 佩珊 你向来说话虽话 你以后可别后悔 打自己的脸 放心 我绝对不会后悔 我这就当面 告诉傅恒 这个好消息 小人得意 大小姐 就这么放在哪儿走了吗 这不是玉婷吗 带孩子来逛商场呢 带孩子来逛商场呢 是啊 好巧 我听说 你那二婚老公破产了 欠了不少钱 这商场的东西可不便宜 你买得起吗 你少看不起人了 我跟那个毒鬼 早就已经离婚了 现在我是我 他是他 又离了 那你岂不是有两个前夫哥了 我倦你啊 可别打肿脸充胖子 一个离了两次婚的女人 能有几个钱 你给我等着吧 今天老娘要把这商场里最贵的东西都买过来 给你们俩瞧瞧 哼 反正刷的也是富宏前妻的钱 不能买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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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 都给我包起来 买 哎呀 好热啊 哟 玉婷真阔气 不愧是离了两次婚的女人 越离越阔气 这批老同学 你还是你命最好 老同学既然这么久没见了 我请你们去吃最贵的米其林餐厅吧 太好了 大小姐 姜玉婷的资料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六年前 他跟富贺离婚之后就嫁给了这个男人 富贺离婚也是姜玉婷和这个男人生的 这是富贺离婚和那个男人的亲死结果报告 大小姐 姜玉婷的资料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是富贺离婚和那个男人的亲死结果报告 大小姐 需不需要我派人去把富贺离婚不是他亲生的消息都录给富贺 不计这一会儿 这报告 资料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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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报告 资料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报告 资料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大小姐 差不多到时间去医院产检了 换家医院吧 离婚期我不想让富贺知道孩子的事 好 放着自己的亲生骨肉不管 天天出去帮别人养孩子 富贺作为男人真是可悲 那是他活该 他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配当父亲 离婚协计我已经签字了 只要你签完字 我们就可以没有任何关系 你就可以去找你的前妻 陈山 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 我和玉婷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我闹 什么朋友 可以让你给他买房 让你大半夜跑去找人家 算了 我不想跟你多说 赶紧签字 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 你也没必要用这种手段来激我 要不是你总是疑神疑魂 我们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还知道我们回去了 那你为什么还不愿意离婚呢 随你怎么说 我不会签字的 况且 葡萄也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他肯定不希望看到我们离婚呢 不可能我说我真的搞不清楚 你是真的爱葡萄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 那就签字吧 如果不签的话 你这辈子都别想知道葡萄去哪了 何佩珊 我等着你的消息 何佩珊 像我这样能容忍你大小姐脾气的人可不多了 你别后悔 哎 杜医生 您刚下晚班啊 杜医生 要不您请假休息两天吧 谁家里出了那样的事都难受 想让你出事 我家出什么事了 就是你女儿的事情啊 葡萄的事 她妈妈会操心的 毕竟都病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早有准备 副医生难道早就给自己女儿准备好后事了吗 赵医生 葡萄的手术是你做的吧 没错 啊 我想向你了解点情况 手术的时候 有没有出什么意外 你不知道吗 不好意思 何佩珊 你又要干什么 见一面吧 把离活手续办一下 你说什么 我是来找何余生的 何建福先生 何总吩咐了不见任何 尤其是 见一 你是来问关于葡萄的事情的 只要他告诉我葡萄在哪儿 我立马就走 绝不耽误 佛先生 葬场你也去了 葡萄小姐的林伟你也见到 不就非要自欺欺人吗 林助理啊 葡萄是这么乖巧懂事的孩子 你也要咒他吗 是 是我之前忽视了葡萄和佩珊的感受 可那也是我的孩子呀 我连见他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吗 请你离开吧 早知如此 何必到处 请你离开吧 你好老师 请问葡萄是这个班的吗 葡萄 您是说傅子宁吧 对 您是他什么人啊 我是他爸爸 今天找他有点事 你把他叫过来一下 可是他妈妈已经给他申请退学了 退学 是啊 你不知道吗 傅子宁身体不好 已经很久没有来上学了 怎么会这样 之前里面还好好的 怎么会这样 我女儿被他妈妈藏起来了呢 她现在正在跟我那里有婚 把我找到她 放心吧 傅医生 给我三天时间 我保证 你找到你了 阿侯 那个人是谁啊 你给了他什么东西啊 啊 没什么 一个借钱的朋友而已 借钱 怎么了 啊 没什么 阿侯 我听佩珊说 要跟你离婚 其实瑶瑶 一直都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有时候也想 要是我们当初没离婚就好了 过去的事情 就不用再提了 阿侯 其实我一直很后悔 当初背叛你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们重新弥补遗憾吗 玉婷 我爱的人是佩珊 我这辈子的妻子也只能是她 可是你明明对我和瑶瑶那么好 瑶瑶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有责任照顾她 至于你 我早就没有任何感情了 你 装什么事情 父侯 你给我等着 你必须是我的 你好 请问父子您在哪个病房 没有这个人 那葡萄呢 也没有这个人 谢谢啊 佩珊 你怎么在这儿 你是不是生病了 放开 怎么 现在不去陪你那堆前妻和大麻了 你没必要一见面就急我吧 你来这个医院是 是什么 是不是你把葡萄藏这儿了 刚刚我问过了 根本没有葡萄的名字 那你慢慢找 先走吧 我不准走 你这么多手段 谁知道是不是你把葡萄的信息给隐藏了 跟我去儿童病房 父侯 你放开大小姐 你没看见大小姐不舒服吗 你 你真的生病了 我看看 够了 你别在我这儿多生气了 一会儿别接个电话又走了 这不白费工夫 你说话有必要这么难听吗 还不接呀 又等到我无理群了 怪我不让你接电话 既然你不让我诊断 那就跟我一块去问医生 佩珊 你为什么怀疑了不告诉我 告诉你 你是拿来陪我产检吗 还是能因为这个孩子跟你前妻花钱关系 你不要说这么难听的话 我是二婚 我和前妻生过一个孩子 在我们结婚之前我就告诉过你 我的道德 不允许我对前妻和之前的孩子置之不理 对 你最有道德 你是全天下最好的情侣 你好到可以拿现任妻子的钱给前妻花 好到你亲生女儿的心脏给前妻子 害死你多伟大呀 够了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 你还要拉出来说多久啊 你觉得已经过去了对吗 我怎么不觉得呀 和北山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这不样的 好像我说什么都是错的 只有你是对的 不 至少跟你结婚这件事情上 我做错了 你不知道 我还没说完 和北山 到底有没有信 怎么会有你这么恶心的吗 我恶心 我懒得跟你说放开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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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傅 你以为大小姐是故意想延长的吗 医生说她最近情绪低落 伤心过度 早已太死复仇 你不是故意的 既然你不让我诊断 那就跟我一块去问医生 欧恒 如到做手术你都不管不顾 现在何必跑来讲星星关心我呢 我们还没有离婚 我关心我的妻子应该是正常的吧 好 难道傅医生关心自己妻子一回 那你去问 医生 给我看和北山的病历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老公 你是他老公 你是他老公 那他刚刚做银下手术 你为什么不陪着 什么 你刚刚做了银下手术 你都问了医生了何必来问我 你们夫妻烙病点回家烙 再有病人可以进来了 北山 他毁运了 北山 应该躲着老子 真以为老子找不到你吗 你前夫 他欠我们五百万 马上还钱 那是那个狗男人欠的 你去找他啊 凭什么找我 你前夫 可是说了 他可是近深处 把所有钱都给了你 还说 你最近扒上了个少大款 手里 你不想钱 你去 他们是什么人 什么人 你给我看清楚 他欠我们五百万 我们是来要债的 你又是这婆娘什么人 你怎么会欠五百万这么多钱 还不是这两百钱 前段时间 我们要要生病住院了 阿恒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才会找他们借钱 瑶瑶的手术费 我不是用佩山的卡付过了吗 瑶瑶前段时间心脏病发 我怕你担心 就一直瞒着你 我又不懂医 就乱看病 就这样 花了很多钱 喂 你这么关心他们 你是不是这钱 你替他们玩 自从大小姐嫁给你之后 你就像变了个人 整天只知道 为了前妻团团转 你对得起当时去大小姐是 是我们那份誓言吗 不 亏你还是一名医生 你连自己的妻子 孩子 你都照顾不好 还有大小姐淫产的不是别人 那就是你 那你这也不应该不告诉我 我毕竟是孩子的父亲 算了吧 傅恒 我们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放手吧 你不接一下吗 说不定她的孩子 又出什么事了 又出什么事了 傅恒 我们走着瞧吧 你不接一下吗 你见我和葡萄的 我会一点一点 全部拿回来 阿恒 和佩珊的卡 你不是放在我这吗 我能用那个钱 还这五百万 那是佩珊的钱 我给你吃饭买衣服什么都可以 但这五百万也太多了 阿恒 你就当借我的吗 姚姚 姚姚 姚姚可是你的亲生女 我这钱可都是花在她身上了 行吧 你把卡给我 我来刷 就当是我花了 阿恒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帮我的 把签条给我 先刷卡 再给签条 你当我傅恒是什么人 不可能连五百万也还不上吧 就是 这个金卡可是不限额的 刷卡失败 此卡已冻结 你这卡什么时候冻结的 阿恒 和佩珊间不说一声就把卡冻结了 太过分了 你稍微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有事 和佩珊 你为什么把卡给我冻结了 你也太过分了 我的银行卡我想冻结就冻结 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你再给我激活一下 我有点急事 不行啊 我们都要离婚了 我凭什么给你签 现在不是闹的时候 签条要生病 郁婷借了很多钱 追随得都上门了 他欠债还情天经地义 那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呀 那就当我借你的钱行吧 我给你写签条 我两天还给你 你偷偷拿我卡刷了那么多的钱 这么多钱加在一起负一生 你可还得起吧 你 你真要这么铁石心肠吗 跟不爱的负一生比 根本比不了 何佩珊 你还要好歹是葡萄的姐姐 你就当替葡萄帮忙她姐姐也不行 你要五百万我没有 但是我没有套房子 只要你能同意签下离婚协议 这套房子应该能比较五百万 何佩珊 离婚的事别想就别想 那我 也没有办法 大哥 这孩子还没成型呢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 这孩子刚出生就没有爸爸 我就当舅舅的 当然要多宠他一点 大小姐 太阳子复医生 已经相信了你营离婚的事情 谢谢 大小姐 万一复康发现你偷偷生了孩子 会不会回来给你小孩子的抚养圈 对于这次我要借瑶瑶的身份 你一次性彻底计划 福衡 准备好接受瑶瑶不是你亲身有名真相吗 啊 怎么样 钱 我过两天给你了 你说的 两天 两天不还钱 就给我等着瞧 这个 对 对 好 佩珊还是不肯把卡接活吗 那卡她明明给你了 她凭什么又拿回去啊 那毕竟是佩珊的婚钱财产 她有权利收回去 老是你 玉婷 你给瑶瑶看便花了五百万这么多钱 我可是医生 你不要骗我 我 我 哼哼 爸爸 快点给我们 他们要杀了我和妈妈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何佩山 你给我等着 你不让我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我们谈谈吧 没什么好谈的 你再签字吧 阿虎 我给你准备了便当 妹儿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呀 来的正好 不打扰 以后如果不是为了瑶瑶的事情 就不用来医院了 阿虎 你的胃不好 要记得按时吃饭 怎么说 你也是瑶瑶的爸爸呀 我替瑶瑶照顾你 对了 佩山 我听阿虎说 你好像不会做饭 葡萄应该也没吃过你做的饭吧 这样不行啊 对孩子一点都不伤心 难怪啊 葡萄的性格畏畏缩缩的上不了台面 你算什么东西 还有刺客说我的孩子 你 阿虎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呀 我只是看 葡萄那孩子实在可怜 葡萄 你今天让我来就是看这些吗 何培山 你的脾气什么时候这么差 我脾气差 他说我女儿我凭什么忍着呀 复合 葡萄也是你女儿 我知道 但是葡萄的性格确实畏畏缩缩缩的 我不也没怪你吗 葡萄是这天你家最好的孩子 他不是性格畏缩 他只是想在你面前表现得更好 让你多陪陪他 我跟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 反正他也听不到 什么叫葡萄听不到 何培山 我们就算离婚了 你也不能剥夺我见葡萄的资格 你可救了 你不是总说葡萄没了吗 今天我找了赵医生 等一会他会亲自告诉你 葡萄压根没有死 好 那我等着 佩山 你这个时候还这么讲 连小孩子都知道知错要改 如果葡萄没事 你必须要跟我们道歉 爸爸 也有杨姨道歉 那你们想要怎么道歉 如果葡萄没事 我要你赔偿五百万 并且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给我和杨阳 下位磕头并大喊我是毒妇 一直容忍不了 杨阳和他爸爸见面 咱们伟大的傅医生也是这么想的吗 做错了事情 就必须接受惩罚 对 你说的对 做了错事就要道歉 那如果葡萄真的出事 你该怎么道歉 你这个时候还道得绑架啊 何佩山你真是不知廉耻 好 赵医生来了 我看你拿什么配葡萄 葡萄 你找我 赵医生 你来的正好 你现在就告诉他 葡萄的手术没有问题 已经转院了 谁告诉你葡萄没问题 是 那个故事生 他已经转院了 胡说八道 副医生 我一直以为你知道葡萄的情况 葡萄 手术失败了 赵医生 都什么时候你还跟我开这种玩笑 葡萄的情况我知道 他根本不可能出事 你那天带了药去做检查 葡萄的情况非常危急 要马上手术 对啊 你不是给葡萄做了手术吗 手术成功了 然后他给他办转院了 葡萄的手术必须要换心脏 否则根本不可能成功 但是医院给葡萄准备的心脏 被你医治给了其他病人 什么 不可能 你们肯定是在骗我们 葡萄肯定没事 没事 这是葡萄的病历 手术报告 还有死亡时间 那天在场的故事都可以证明 葡萄就是缺了心脏移植 才手术失败的 不 不 我看他 是我害了 你还想去哪 签了五百万 你不该会 你们要干什么 缘有头摘有处 那是我前夫钱的钱 不是我 你还有前夫 你不是说离婚之后无心在家 一心想照顾瑶瑶吗 不 好 还有更早更新 你工作的这家医院 出去了一份亲自禁止书 让你清清熟熟写 瑶瑶根本 不是你亲生女儿 怎么会这样 瑶瑶瑶 为了瑶瑶我连葡萄的心里都放弃了 你告诉我 瑶瑶不是我前夫女儿 瑶瑶 我还了瑶瑶 炸灯给我我抛弃了 是在红色里救我 我炸死你 葡萄的手术必须要换心脏 否则根本不可能成功 但是医院给葡萄准备的心脏 被你医治给了其他病人 什么 葡萄那天 必须得换心脏 病人心脏受损 你把你胃手术 是吗 瑶瑶的心脏也抛弃 葡萄医生 医院正好有合适的心脏 不过 这是留给你女儿葡萄的 瑶瑶她可是我的命啊 她又是有什么事 我也忘不了 你放心 试剧从前 医院会优先给更紧急的患者 去准备手术 优先给延奥移植 是 不可能的 我到底行过我非常了解 不可能的 我嚇死你 你一定 要当着瑶瑶的面 嚇死我了 爸爸我给妈妈爸爸 不到 手术失败了手术失败了手术失败了 皇上皇上 皇上皇上 卫生 卫生 并非过渡 心脉受损 皇上身体 皇上身体会深入危险 我早就说过 不要把她站在葡萄旁边 每次来看葡萄 都个隐着慌 他虽然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但是葡萄爱这个爸爸 有傅恒站在葡萄身边 葡萄应该会很开心吧 行吧 只要让我知道 他在下面对葡萄冷淡 我一定绝了他的梦 哥 小奶团来 妈妈最爱小奶团了 还有姐姐 舅舅也最喜欢小奶团喽来 哎呀 舅舅也最喜欢小奶团喽 谢谢